综合讯,如果说2017年最落寞的互联网公司当属,那么2018年,这个定语下的公司大概是京东。 今年4月22日,首届数字中国电设峰会,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,土味刘强东出度首届数字中国电设峰会。 资料,泰媒体近日刊文指出,较今年年初的最高点719亿美元,京东的市值目前已跌去400多亿,股价比就2014年上市时的发行价,在年中最高点时,用581家机构持有京东股票。 而到了第三季度末,这个数字变成了155家,持股总数从6.177亿股减至40811.563万股。 据书以,在8月底的黑天鹅事件之后,刘强东意料之中的缺席了几乎所有的互联网省会。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缺席,达沃斯论坛缺席,互联网大会缺席,而改革开放,40年版节民营企业交名单中,也没有它的名字。 文章称,不同于有18罗汉的阿里,被爱业认为没有二号人物的京东,成败似乎都系于刘强东这个手持80%投票权,掌握公司发展命脉创世人身上。 而突如其来的明尼苏达事件,则再次提醒了投资者们风险所在,公司命运的一号人物高度绑定的风险。 毕竟黄光月和张文中就是前车之鉴。 11月19日,京东发布了Q3财宝,这份财宝被称作京东上市以来最难看一本财宝。 该季度,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,出现了上市以来的首次下滑,较上一季度3.138亿,下滑3%至3.052亿。 对比之下,同期发布财报的几家竞争对手,虽然用户数增长都有放缓,但至少都处于增长态势。 一路大步狂奔的拼多多,在截至6月30日的12个月,活跃买家同比增长245%,不仅是用户数,京东营收增速也在持续下滑。 2018年前三季度,京东营收的同比增幅逐渠下滑,分别为30%,31%和25%。 文章分析,加快物流借务的商业化步伐,可以帮助京东逆补高投入对利润带来的影响。 但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商业化计划,恐怕比较困难,而这将意味着京东今年和明年利润增长趋现一就不会太好看。 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